那你有下敬愛令嗎 我覺得隊員如果你要談戀愛 我覺得OK啊 如果你談戀愛表現更好 或是覺得有另外一半的鼓勵 在場隊裡面表現更好 我覺得很樂意啊 那你多談幾個吧 這一季小潔跟秋生意 你們就是目標就是總冠軍嗎 還是就是不要受傷 安全的度過就好 沒有目標就是總冠軍 你不是比較愛紅衫嗎 你確實比較喜歡藍衣 但你好像比較喜歡紅衫 是 其實老實說真的是 就是他們分享很多很棒的經驗 讓我們在前面有一些比賽可以拿下 基本上藍衣功不可沒 而且我們還把一些淺姐的小秘密也告訴你 我真的會被淺姐給殺 現在到了第三季 因為現在才剛開賽的前半段而已 第四季第五季這樣 想先問一下小潔適應了嗎 新的隊員們 我覺得很適應耶 而且 因為從一開始第一季第二季 其實是我在適應 然後第三季開始 我在這個節目擔任領隊的角色是 覺得好像 我完全知道任何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預知第三季的最後總決賽冠軍會是 紅隊 拜託 今天邀請的這兩位呢 其實真的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我也不好意思對他們下一線狠狠的畫劍 就是因為 小潔認識的時間也很長了這樣 然後因為秋生衣又是雨晨的哥哥 你現在有覺得夾在中間嗎 還是全新投入在紅隊裡面 老實說一開始真的 真的我被小潔選到的那一刹那 我真的是很傻眼 我要哭了 天啊 你知道多種的是小玉嗎 小潔適應了 什麼事情不可能遇到的 運動場上嘛 就是一定是用實力說話 那淺姐沒有選他 那我不就是等於我撿到寶了嗎 從第一季開始 然後就知道王子是一個運動能力很厲害的 然後 你們多少也會稍微分享一下 然後其實在 你幹嘛偷聽我們講 然後其實在 測試賽的時候 其實也 我覺得 運動能力好不好是很重要的 但是 我在王子身上看得到他的求勝心 跟求勝慾望 非常高 紅隊在贏 整場比賽就贏下藍 藍隊這一局贏的話 三球2比2平手 用球擋掉了 結果台式打中身體 王子求勝利 1 2 3 1 2 3 1 2 3 我現在手心手背都是 到底要支持哪一隊呢 都是肉我沒有辦法去幫忙任何的 對啊 可是你前幾天有來陪紅三練習 你不是比較愛紅三嗎 你確實比較喜歡藍衣 但你好像比較喜歡紅三 是 沒有我現在有一點 開始害怕的談論這件事情 而且沒有還有宇宙喔 宇宙也跟你同時 玩一個很久 不行 我也跟邱與成很努力的在拉回 就是對於藍衫的這個期望 就是 沒有他對藍衫不熟 沒辦法 因為你就是他哥哥啊 但是因為 前面兩季 前幾也已經拿了兩個總冠軍了 這一季 小潔 跟邱生意 你們 就是目標就是總冠軍嗎 還是就是 不要受傷 安全的度過就好 沒有 目標就是總冠軍 不是總冠軍又沒有現金 沒關係 這是一個榮譽感 因為你知道我弟拿到總冠軍那個氣勢 哇塞 總冠軍又總冠軍 你總亞軍能聽嗎 他也講過這什麼話嗎 就是說 你就是要拼啊 你來這個節目 你就要拿冠軍 然後MVP幾個都沒用 就是要總冠軍 小潔 你在這些調整 戰略上面啊 帶隊的方式 你覺得你有在 特別調整嗎 調整啊 我覺得是我比較慢慢能夠 就適應當輪隊的身份 但是我覺得你又比較兇耶 就是 氣勢也好 然後 整個人的態度也 比較 比較有在表現你的情緒 因為記得有一次我在 打空氣搶 嗯 然後 反正就是有一些爭議 哇 我第一次看到小潔 超級不爽 站起來跟那個裁判裡錄 不行這樣 沒有這樣玩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不知道後面有沒有說 對你們很peace 但是 但是 是停機的 然後小潔就覺得非常的不滿 但是我覺得 蠻感動的就是 他替他的隊友 他的選手 就是去爭取他的利益 Rice Rice 衣服是不是都不可以碰到長期 他剛才那個 臭口碰到長期 你們要不要倒掉一下 好 看一下 謝謝 好 成績都高了 紅隊10分 好 來 藍隊6分 好 謝謝 哈囉 哈囉 我們稍等 都可以這樣玩嗎 那我這樣玩的 而且都已經結束了 結束再提出這個要求 對 那就沒有成立啊 秀子這件事情 他這個是基本的規則 如果的問題應該像分數之前 就應該這麼做 這是很規定 裁判應該都會知道的 分數出來要改判 我專業選手我都知道了 所以你們現在隊長也已經選完 就是邱聖毅嗎 對 但是 你自己原本心目中的隊長 原本就是邱聖毅嗎 我心目中隊長就是王子 那你們有選副隊長嗎 那時候萬格是跟我講 副隊長是讓我去 去選擇可以 比如說輔助我 或者是 幫忙一些 溝通 比如說女隊員的部分 那你有下敬愛令嗎 我覺得隊員如果你要談戀愛 我覺得OK啊 如果你談戀愛表現更好 或是覺得有另外一半的鼓勵 在場上的話 表現更好 我覺得很樂意啊 那你多談幾個吧 我覺得這次我們隊員 然後加上其實我們在賽前啊 就是我們還沒選隊長的時候 王子他就已經是一個那個隊長 可是這你也要感謝我們吧 我們傳授了很多密集給試試 結果 我被你選走 其實老實說真的是 就是他們分享很多很棒的經驗 讓我們在前面有一些比賽可以拿下 基本上藍衣攻不可沒 嗯 而且我們還把一些淺姐的小秘密也告訴他 我真的會被淺姐給殺 真的就是比如說我們訓練的方式 或是要怎麼跟隊員溝通 比如說你有沒有發現後來 我們在第幾次錄影之後 我們就是全部一起搭大八圈 是我弟跟我講說 你們要有一個凝聚力 你們全部一起去 然後一起回 你們可以檢討比賽 你們可以一起去的時候 讓對面的人覺得你們是一團很有氣勢的人 那我覺得這一點就非常的受用 那我也說那個 比如說西西跟我弟分享是 他陪我們練習之後 看到我們一些練習上的問題是 我們練習太歡樂 是 比賽太緊張 嗯 他說其實我們要倒過來 就是練習的時候要認真謹慎 但比賽的時候是放鬆享受 我覺得我們可以 就是有因為他們的經驗 讓我們團隊稍微調整一下 這樣 這個不准播出去 我一定會被淺姐殺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其實我看得很精準 謝謝你們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很詫." OK 上次大家大家嘞 上次主題 我們團隊的是